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去之后舅妈也劝她你别难过 把这个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活人游的事 咱们这糊涂这多少好的 你看上谁我给你说去 于谦渝的官人 高峰高的官人 侯震侯的官人 李经 李的奶奶 他们家那小少爷都挺好嘛 挑一个吧 正事不听 好 转天再痛哭啊 非得跟自个儿的舅妈说 你去一趟 你去跟她求个情 给我讲讲这个事 看看能不能把事说利索了 马氏出去 转了一圈回来 然后这不行 我要是转了一圈 叫门人都没开 这事没办法了 一晃呢 又过去一天 家里边来了很多宝媒拉签的 上家来 哎呀 你瞧这事闹的 挺好的 这么一个姑娘干嘛 跟穷酸受罪 嫁给谁不行 非得这样啊 我们得说一好的吧 这还问呢 说谁呀 舅妈问嫁谁 咱们这有一个变员呗 姓变叫变虎 家里多少钱呢 嫁过去 你是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住的也好 进门当家 有什么不好的 比跟那穷酸强 跟他吧 这说完了 又来一个 这也完了 又来一个 简单些说 一天来六个 六个宝的是一斤 说的全是变虎 正是这心里边 咯噔一下子 不对 怎么呢 来这些 为了说张王李赵 姓什么的都有 这事倒没什么了 他怎么能都说一家呢 甭问这里边有事 很有可能 是这姓变的 做的寇 他害我 才导致我们家 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有这个可能 就来回的 颠过来倒过去 想这些事 到最后 把心一横 心说我 答应他 答应他之后 我找他要五倍两个银子 银子拿来 给我的丈夫 让他养着孩子 把日子凑合过去 我过门 洞房 当天晚上 带把刀去 我给自个儿 来一个大开堂 以明心志 过去的女人 他讲的这个 过去兴这个 真杰烈女 什么的 讲的 比如四岁 手寡 一手手的 九十来岁 你算算 这修炼去 这都成功了 取经都俩来回了 过去有着 头里头后 跟着搭着 针接牌坊 逛街 都有 对 拿定了主意 跟自个儿的舅妈说 我答应了 这一传出去之后 没多的会儿功夫 便家送礼来了 什么叫绫罗绸缎 什么各种的服装面料 各种的衣服 应用职务 送来很多 正是心里就明镜一般 准知道毛病 就出了他们家 这会儿的功夫 差人来了 进门之后 找马氏 你是 马氏 是人呢 几位头 有事呢 鸭门口打棍 什么事 不知道 和尚把你们告了 马氏一听就急了 小没良心的 这和尚 哪能这样 准是跟老道那点事 他找信我 我去了跟他对质 马氏平时不太干净这人 去吧 走的时候 差人说了 你还有一个儿子是吧 我们这好像 叫赖子 聪明这呢 给叫过来了 这孩子多大呢 十三了 都不识数 领着去吧 来在了 衙门口 吩咐一声 把马氏 赞押在班房 赶紧 把那赖子 带上来 傻小子来了 往这一站 过来看了看 这 这有用吗 这个 和尚点点头 你问他 问他 叫什么名字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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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原来还知道 多大了 我叫赖子 这是刚想起来 刚想起来 家里都谁啊 十三了 我这问他 得错一个格文 老对不上 家里事你都知道吗 你就问吧 反正哪儿不挨哪儿 和尚点点头 没用 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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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后去了 吩咐人 来呀 把这个马氏 带上来 又打底下 马氏上来了 大佬呀 您听